记者王善燕家事报道,国民党嘉义市长初选民调结果,前市长黄敏会胜出落败的李允杰发新闻稿表示,身为国民党党员,依党的机制参加全民调也最早提出团结承诺书,将团结一致,全力支持黄市长重新赢回嘉义市。 然而,李允杰认为,手机与通讯软体崛起,青壮世代都使用手机不揭示化,针对嘉义市进行电话,全民调沦为老人民调,希望全民调技术英语时俱进,财明夫其实称为全民调。 黄敏会也在其脸书网页帖文初选才是开始,他感谢李允杰的风范与人格,两人一起示范党内民主是可行的,接下来一起走,其奋斗。 李允杰表示,他的起步叫晚,利用有限时间走访嘉义大街小巷,倾听民意,为了对故乡奉献的理想与回应支持者的期盼,依然冲刺到最后一刻,实践运动家精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